第115课,复习3第5部分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这部分的复习非常重要,因为你正在处理现实的基本结构,也就是你看待事物的方式 换句话说,当你批判世界,攻击世界,或是认定它不该是现有的样子时 你等于是在延续分裂之念,同时也在喂养受苦和牺牲的观念 为何你在批判和攻击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 因为实际上只有一个心灵存在 你正在与自己的意识游戏,你正看到自己的信念,想法和观念显现在自己眼前 当你攻击那个显现的形式,不论那是你的怨母、婆婆、姊妹、兄弟、丈夫或伴侣 不论你攻击什么,实际上是在攻击自己心灵的一部分 这会造成你的痛苦,因为你不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 你是在攻击自己的心灵 这会形成令你苦恼的巨大恐惧和内疚,并导致你失去平安 当你宽恕世界,你了解自己为何要宽恕 世界是你心灵的投射 它呈现于外,好让你看到自己内心缺乏爱的部分 因此,你了解自己为何要宽恕 了解自己在救恩中的任务相当重要 因为心中怀有缺乏爱心的念头 等于是为制造一个充满危险和暴力的世界增添助力 由此可知,你在救恩中的任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你确实是由自己的信念和观念创造出一个世界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一旦了解这个法则,你会非常快速地进化 你会不再批判和攻击 同时开始活在一种深度接纳和沉浮的状态 并且可以非常快速地清除心中缺乏爱心的信念 想法和观念 你知道,那些想法是自己的敌人 他们对你没有好处,也不会形成一个祥和的世界 我们明天再会